美国新版中国军力报告独后感 指望台军是没救了 除了顽固的台湾某些人群外 台海两岸军力失衡 已经成为近年来国际社会公认的结论 就连五角大楼也对台湾军力不屑一顾 动辄就表态要亲自上阵 这部美国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 三日公开表示 美国绝对有能力保卫台湾 那还不是因为台军实在太无能 讽刺的是 岛内智库最近多次宣称 解放军登陆舰艇数量不足 因此尚不具备渡海攻台的能力 该报告认为解放军 海军近年大力发展远洋船物登陆舰 和合一起降直升机的两栖攻击舰 而非传统抢坛登陆所需的 大量中型登陆舰和坦克登陆舰 表明其近期重点放在了 虚域性和全球性的远征任务 该报告还认为 解放军空军拥有大量先进战机 能在不需要加油的情况下对台作战 拥有强大的对空和对地攻击能力 报告称 台湾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 来弥补它与解放军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 包括建立战争储备库 发展自主国防工业 提高联合行动和危机应对能力 加强其军官和士官等 例如该报告显示 解放军在台海方向的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 拥有41.6万地面部队 台军总共只有8.8万 解放军两大战区拥有30个 具备联合作战能力的合成旅 而台湾陆军的编制还停留在老式的摩托化步兵铝 机械化步兵铝和装甲铝 尽管台湾为加强防卫能力 也提出发展导弹快艇 快速步雷能力 网络和电子攻击等一系列不对称作战方案 但中国据力报告 只是对此简单的一笔带过 就开始鼓吹美国近年对台军售的频次不断增加 通过向台湾提供足够的防卫能力 使台湾保持稳定 云云